哈喽 大家好 瑞丸です 2024年 Happy New Year 那么今天早上啦 6点就开上来的新春卡机 这一次的话 一抄一级这么个样子嘛 那么刚才也稍微看了一下 国际版的新春卡机啦 基本上跟日版没有太大的差别 只有一些细微的微调 这点倒是还蛮让人意外的 那么这次的新春卡机的话 就已经开上来了嘛 然后除了这个的话 这边的这个物贩屁材 最低可以拿到5颗龙石 日版这边吧 国际版就目前没有看到这个东西 然后联系7天 最低5颗 最高7颗这么个样子 然后剩下的 我们就来看一下新春卡机这边的情报吧 这边来讲的话 第二步跟第四步 第四步 都会是必定出L奥角色 然后第三第五步 其中会有限定L奥的存在 这个讲真是非常非常棒的 那么就可以抽三轮 第一步 20颗 第二步 30 然后剩下的三步 都是50 50 50 这么个样子 就跟之前讲到的一轮200颗龙石 三张限定两张L奥 两张穿战 这个是很棒啦 然后第一个SAM里面的这些角色 基本上都是已经极限这个了 算是官方为了就是讲比较偏新手的角色的朋友 可以比较好的增强战力 那么其中当然也是有相当强的角色 像未来物饭啊 比克啊 狗鸡蛋也是属于强的啦 别鸡蛋也是不错 所以这个卡机讲真抽的价值也算是高 当然对于已经是全部踩到完的朋友 或者已经全部两路以上的朋友 那么其实就可以完全无视这个卡机啦 完全没有必要 然后step 2这边的话是必定L奥 穿将L奥 然后穿战的话是比较偏旧的啦 那么当然对大部分人来说很多都踩了 但是对我自己来讲的话 零路零路没有 财星零路没有没有 所以这个对我来说也算是还蛮小 不是不是没有 这个有一路 我希望可以再开一路 因为毕竟大家在公告那边已经有讲到了嘛 要不要觉醒的可能 即现在觉醒的可能的角色 大概就是它 我希望是可以开到第二路 这样就比较完整的战力啦 这一张 龙拳 财星零路零路零路的 那个攀匠来补充进去 然后必中啦 这边 老实说 有啦 树木饭 树木饭的话我还没踩 所以我还是蛮期待的 可是对大部分来说 这边的注目 我看只有这一张是最吸引的 这张是最吸引的 其他的就还好了吧 大概 大部分人朋友来讲的话 Step 4的话 就不错 因为 有布马就是赞了啦 对不对 然后剩下的都是一些 这些 从2021的全球活动 上去 这样子一路上来 这样子 到今年的 1 2 3 4 5 6 7 七张里面 播他一张 有算是蛮不错的激励啦 然后最后一个Step的话 第九体这边 也是有一般的那个石抽 石抽的 一张一般石抽卡都比较强的卡啦 那么其中的话 克林是属于比较好的啦 这边 还有就是Begita 那个护器达 剩下的话 还有盘将啦 盘将也是不错 那么剩下的就比较普通一些 然后 这边 第十体的这个 限定 有这个 这张是 当然是比较高的啦 然后再来就是红尘悟空是比较好的 然后剩下的就 嗯 剩下的就 也不是说不强啦 也还行 像这张也是还没有 所以也是还蛮期待的 OK 这个是抄袭这边 我觉得还蛮棒的 然后吉西这边的话 东西都是同样啦 只不过就是他们的step up这边的角色 嗯 Zamas啦 Zamas够强 第一轮就是Zamas跟克拉逆奖啦 那么第二轮的话 Block不错 17、18号这个也是不错 Nabar的话也还OK Baby 然后这张 可是这两张的话就有一点不同 嗯 这边的话 哦 老实说 吉西对比超西啦 就注目方面来讲的话 真的是有差距啊 真的是有差距啊 这张赛鲁是不错啦 嗯 可是 看到其他的啦 你又不是一丁中啦 所以嗯 然后这边的话 嗯 大家也是可以感受得到那个差距 布马那边就完胜了啦 而且同样也是要200颗龙石 嗯 对于战力加强来讲的话 超西是绝对是顶流的啦 然后最后的话 不管是日版还是国际版都是到大猎师 这让我比较意外的 因为 呃 国际版的大猎师比较晚来推出 OK 就是长了这个样子啦 两边 嗯 然后剩下的其他的注目内啦 他的那个 呃 角色 中间从2020到2021之间啦 超西那边 很多 基本上LR都没有 2020年的周年开始 到2021年的全球活动前的超西 全部没有拿入进去 大部分啦 有的都是已经是觉醒的啦 就是极限在觉醒过后的角色 OK 那么这边的话 之前有跟大家说说 我是只打算抽一抽 可是现在分成两part过后啦 我还是只打算抽一抽 我就是抽超西这边罢了 极西这边对我有吸引力 可是不到很强 而且后续改天他们复刻的时候 我们可以抽啦 这边好是好在有保底必中 可是嗯 龙石真的是没有那么多 要存给 哎 温存给我们的九周年啦 不管怎样讲 九周年是比较OK 然后这边的话 因为有必中的关系啦 超西的话可以比较大的增加战斗力 Pickup上面的话啦 这些都是在平时抽卡中啦 就是等下抽卡中 无抽嘛 无事抽里面 都有机会extra出来的角色 就是这一些啦 当然还有就是其他的那个 船将LL 嗯 OK 就是长得这么个样子 好啦 那么这边就直接 Let's go 撒第一抽的话 哎 行 就抽一个一轮就好了啦 哦 哦 17 18号 妈 因为是必定啦 所以必定有最后一个注目嘛 所以 监装的话 老实说注目有越多越好啦 因为如果是前面的九抽 哦 哦 竟然是 三张SSR的可能 哎 这个就不错了 保底一张确定了啦 前面如果还可以有的 更extra的话 哦 OK 妈 妈妈妈 毕竟是多出来的 虽然说我已经踩星了 但就是多出来的 也是很好 也是很好 那 今年这样子的改动 其实我觉得 对于比较新手的朋友 或者说玩的年度比较少 或者就是平时抽卡啦 运没有这么好的朋友 算是还蛮棒的 可以直接分化 你自己要抽超系还是机器 可能有些人机器偏弱 觉得想要加强机器 哦 喂喂 哇靠 哇靠 三路啦 我的乌饭 终于 终于有 终于再一次自己亲手 又抽到这一张了 太棒了 哇这个 哇 超开心 Happy New Year 哇靠 又是你 哈哈哈 没关系 输乌饭 哎 足够抵消 足够抵消两张的那个 继王全悟空 哇靠这个 三 哇这个新春卡机 是不是有一点 亚伯啊 有够爽的 OK 那么接着的话 就有第20个 哎 step 2 Let's go 保底的 L out 哇也太爽了吧 这个新春卡机 今年 哦 又是注目耶 注目动画 Coledic Oida 但是就 保底那一张啦 所以就当作是保底的那一个 哎 等一下 等一下 Coledic Oida 不对耶 这个是Fest嘛 是不是会有新的 不知道耶 反正就是 抽这个新春卡机 就会开心就是了啦 因为必定会中 就就跟抽 龙族英雄 保底一定会中东西 这样子 很开心 哈哈 Wiz 然后 Jaco Mr.Satan 好大概应该是保底的最后一张啦 哦 啊 这一位啊 是还没开路啦 但是总真的 这一张极限ZX之后的用处 不是太大 哎 真的不是太大 不过今年因为未来篇算是提升的蛮高 可是哦 他比较主要的是时空参业者 这一点就没有那么爽 哈哈哈 哎 就没有那么爽 不过OK啦 OK啦 毕竟是必定嘛 好 那么第三个step Let's go 哦 这边又是有那个出误犯的可能性 好 比克17号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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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七八级 诶 诶 诶 这个第一轮太愉快了 哇 这种三张限定啦 其实是很少见 诶 直接爆这样多 OK Mr.Satan 那么这一轮的话 又不懂会不会有一点小惊喜 而且船将LL 其实也是有在卡机内啦 如果可以extra 捞到一些些的那个船将LL 其实也是很棒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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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老实说 其实幸存卡机 我原本有一个目标的 是那个天接无法的 可是完全没有在里面 哈哈哈 所以就比较难抽 不过老实说 现在的这个 哦 啊 第九体 啊 哦 OK 这一张素数的 去年黄金舟的北极大 嗯 这个就有一点点 这张没有到特别强 他是比较偏火力一下 可是火力没有到很高 诶 诶 才刚刚才新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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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是 保底B中保底B中 我们就 诶 看开一点 新年吧 哈哈 开心就好 哈哈哈 OK col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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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直接在方面上面了 这个 这一轮来讲的话 嗯 对 固马啦 绝对是第一选啦 诶 如果是可以的话 然后这一张虽然说 评价不高 可是 因为没有的关系 还是希望啦 如果是可以抽到也不错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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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個樣子呢 三張SSR Let's go Kuririr OK 界王神 出了一般SSR 不是每天星期天 沒抽的星期天就太爽了 不過這個啦 因為是保底的 也是可以這樣說啦 每天都有星期天 等下第九張好像 麻吉卡 麻吉 這樣子就 先定LO跳出來 也太神奇了吧 然後 喔嚇到我 這個是藍神悟空 未來篇的 OK 然後 喔還有啊 夭壽 哪裡哪裡哪裡 喔 Kuriririr 啊好 Nice 提屬的 這張我很喜歡 這張我很喜歡 魔怪館三把我射爆了 那個悟空 喔齁 哇哦 欸等下 喔這個就是我最後一張 害我嚇到我還未試 還有 後面還有Extra的 欸等下 嗯 喔等下 那個是Step3跟Step5的第九張 喔OK 哇這個也是很爽耶 兩張L奧 也太誇張了吧 雖然說不是布馬啦 雖然說不是布馬 不過就很棒很棒很棒 那麼這邊的話 就有Last Top 最後一個Step 欸等下 講真最後一個Step的話 就是大特跟紅神悟空 二選一 Tanamun Jou Iku Zé 哇真的是好爽喔 再來一次紅神吧 再來一次紅神吧 以克天金飯再加上小特 Core de OI啦 真的是OI啦 最後一籌啦 哈哈哈哈哈 呀抽這種 必中卡機 心情就是會移業啊 不會出現那種 抽到 哦 我來吧 我打到 Freezer Buff Buff 哦吼 反正是必定注目啦 所以其實還好 哈哈哈 這樣就是去抽其他卡機 欸 200顆龍石下去 可能一張限定卡都沒有 而這邊200抽下去 200顆龍石下去 你一定會有 三張限定 兩張 L-O 保底就是在那一邊的 這個 在心情方面來說的話 就差別很大 也太爽了 然後 叫之 哦哦 第九抽 第九 第九章了 哦 出的是這個 呃 霧天克斯比克 這個是九週年的 欸八週年的 那麼 最後啦 決定生死 打你的 哦 布洛利烏滿 哇 拿來開錄也行 等未來他的隊伍成形之後 欸 就會有相當的強度啦 OK 這個樣就抽完啦 嗯 後續會不會追加 我不知道啦 但是 現在我就是不打算追加了 因為 這些龍石獎爭 是不多啦 九週年 應該會很 升大的感覺 越來越 做到越來越好嘛 所以這邊就抽著這麼個一輪啦 極細的話就看各自需求啦 因爲 因為Step1的大部分角色我都已經是 財心這麼個樣子的狀態 嗯 所以就沒有必要啦 Step2 Step2是有我想要的啦 貝比 欸貝比是很想要 可是問題就是 哦 這些 撞上去 好像會死 然後Step3 更加就是 對比抄襲 哇 呀 只有這一張 這一張我想要開錄 嗯 所以就還好 這邊的話 這邊是其實有 這兩張我都想要 可是把前面的那個樣子 跟這邊 這邊的話是不錯啦 但是 只有這兩張 還有這一張想要吧 其他的就還好 所以 想要的卡太少了 所以就算了 OK 那麼 這個星存卡機就先一輪過啦 非常的 愉快 那麼 這邊的話也祝大家啦 這一年可以順順利利 一路歐下去 YES 那麼這一次的影片就到此結束啦 謝謝各位的收看 JAMATANIN 掰掰